春里头 蓬蓬群 妆容华贵 歌声浑厚 香港一众歌手 四大天王之流 统统都是他的晚辈 这里是熊猫电台 本期我们一起听听许小凤的音乐故事 请走 从落到伤 落台 1965年 16岁的许小凤在同学的怂恿下 偷偷和他们报名参加了一个叫做香港之音的歌唱比赛 结果两位同学落选 许小凤却凭借白光的恋之火脱颖而出 勇夺冠军 要说许小凤所有粤语歌中最热门的 那当初这首《风的季节》曾被多次翻场 梅艳芳82年参加歌唱清秀比赛 就是凭借这首歌拿下冠军 1989年的春晚 他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和《星恋》 惊艳九州 仿佛天鹅绒一般华贵的声线 陈后深情 听后仿佛误入桃花源 令人沉醉不已 但那年的春晚 徐小凤并未清零现场 他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没到现场的春晚演员 央视春晚只为他一人如此魄力 足以说明徐小凤的分量 想当年不要说明造仪式的四大天王对他顶礼膜拜 就连张国荣 梅艳芳也要尊称他一生小凤姐 刘德华和周润发都曾在香港红堪体育馆 给徐小凤下跪意识崇拜 我猜我没去啊 别这样了 我呕着 1992年担任亚洲小姐竞选决赛的表演嘉宾 和邓丽君同台演唱歌曲细放 嗓音醉人雍容 动人纯美 堪称是与中音界永恒的辉煌 他不仅能唱出如南平晚中的雍容之声 也能演绎麦汤圆这样接地气的歌曲 各种曲风都能够娴熟演绎 更是拿下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 金真奖 也是该奖向第一位获奖女歌手 这里是熊猫电台 感谢你选择与我一起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会